延续上一集详细介绍中式生命礼仪服务后 美国福乐纪念公园主动关心华人 还有更多西式礼仪与生前规划服务 请看东生新闻的深入报道 就像是在天堂般举办一次难得的见面会 美国福乐纪念公园延续超过110年的坚持 靠着宛如人间天堂般的自然美景 不止优雅开放 更难得的是还获得历代名人、歌手与艺人的认同 选择这里成为他们的最终场面地 在主流社会是非常的有名 差不多一百多年的历史 很多名人、明星 你听到他们过世的时候 通常都会听到 Funeral Service在Forest Lawn 所以他们会觉得 我们非常贴心的一些服务 他们都非常的信赖我们那么多年来 所以西班牙裔的或者说Armenian 或者说美国人 很多主流社会的人 都会选择福乐纪念公园 不知景观设计上高雅、朴实又自然 能让来宾放轻松 沉淀悲伤心情 抒发忧郁不舍的优点 真心服务全美民众 美国福乐纪念公园 更是美国主流社会数一数二 能提供与符合多种西式规格的 专业生命礼仪公司 西人他们有时候是喜欢在室内的 或者说整个灌木放在墙里面的 可能他不想在户外的那个 平常的那种Traditional Burial 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这样子的选择 就是在墙里 我们在室内的墙里面有一些 Massalium啊 或者说不同的Cremation的那个Niche的选择 就是灵谷塔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个人化的一些选择 那像玻璃的灵谷塔也有一些家庭 他觉得摆一些小照片啊 一些纪念品在那个灵谷塔里面 可以看得见的思念是非常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那外国人是蛮喜欢这些style的 更可贵的是主动融入美国社会 包容各族裔的多元文化 美国福乐纪念公园针对各种西式礼仪 也能客制化安排最大程度的满足家人的期望 生前规划包括一些仪式方面啊 那你可以首先先挑自己想要的怎么样的仪式 像有一些客人呢 他就觉得我生前呢 就是不是出生在一个帝王家族 那我走的时候呢 可能他是希望说用一个马车 用一个音试方面有一个玻璃的那个棺木 然后就把它送他最后一层这样子 这些都可以预先规划做好的 然后到时候呢 家人就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去做就可以了 而引领全球最先进的生命礼仪服务 福乐纪念公园还打造起全媒数一数二 能说多种亚裔语言的生前规划团队 并且用心培训专员 要像家人一样充满爱心与耐心的 对待每一位来宾 西方人也是比较开放 他们很早以前已经有这个概念 就是把生前规划做好 那我们试过就是说有一些家人 他们在Glendale的时候 小的时候住在那边 然后呢家人都在那边 那买生前规划的福地的时候 也是买在一起 那结果呢结婚了就搬去Covina Hills 那就是我们一共有六个墓园嘛 所以呢他后来就结婚了就搬过去那边 那我们在Covina Hills有很多新的地 所以有时候他们会看到 这个其实我比较喜欢那反正就已经结婚了 有自己的家庭那有时候就会搬过去这样子 那还有很多年才会用得着 所以他们也是有这个选择可以把那个福地转过去 那我们都是会用市价跟他们去换这个地 而专业的生前规划团队甚至还会主动关怀亚洲新移民需要 可以一条龙式的安排与协助各项跨国服务 让来宾完成一生中最牵挂的心愿 现在很多华人子女子孙都在美国 所以呢本来是想法说可能要回国去 那大部分现在很多很多人都觉得真的就是不会这样做了 所以就在这边然后就做把那个生前规划做好 那很多时候呢也把他们自己的父母从中国就是长辈们 从中国骨灰带过来美国 然后有时候也在家族式的那个庭园里面也埋在一起这样子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这些需求 那我们都会很好的慢慢的耐心的去帮忙我们的客人 去把这些做好 那通常是比较方便 因为不用说每年清明要想着 怎么可以成家回国去散漠那些是比较没有可能的 帮助美国华人家庭更安心与开心的融入美国生活 观众想查询更多美国福乐纪念公园 世界领先的生命礼仪服务 请上福乐纪念公园官网 东西文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